当美国说 你今天如果不制裁俄罗斯 你今天再跟他做生意 我就要制裁你 点名中心 从习近平上来以来 他就是不信这一套 第一 欧美的你再给我 用威胁的方法 你给我试看看 我这边奉献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 我觉得只要习近平再来一天 中国大陆没这回事 我一定给你对干 他们根本不了解 习近平这个团队 他们本身的特质 尤其不了解习近平的特质 这简直是人类间最团的事 我觉得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并不难了 而是要哲联斯基 他本身确实认清楚 北约欧盟的不可靠 都不可靠的情形下 寻找一个能够保障他安全 而且能够对俄罗斯的承诺 有牵制作用 也就是俄罗斯如果违反承诺 他不愿意得罪这个国家 以及对俄罗斯来讲 一定要找一个能够 也牵制住乌克兰 也就是乌克兰如果又违背承诺 对乌克兰有牵制 有制裁能力的两个国家 我认为就是德国法国 所以我认为对俄罗斯来 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俄罗斯基如果确实认清楚 北约不可靠了 那他寻找中国德国法国三个国家 跟俄国乌克兰联合五方会谈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这个是唯一的唯一的可能性 现在当然对于西方国家来讲 都认为说中国是最有实力的 而且也最有本钱 去劝普丁止战停战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立场很清楚 他第一个 他绝对是不干涉内政 因为他一直守这个原则 第二个他一直主张主权的完整性 是不得侵犯 所以他对乌克兰会提供人道救援 或是会主张认为说 乌克兰不能够被分裂 那所以他并没有支持俄国的承认 这个顿巴斯地区的这两个共和国 他从来没有这样做 可是他也同样的主张 就是一个国家的安全的忧虑 应该要被照顾到 所以他对于美国的这个北约的五次扩张 压迫到俄罗斯的安全 中国大陆也有意见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可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态度就是 中国不受威胁 你任何一个国家威胁中国 中国就给你对抗 所以当美国说 你今天如果不制裁俄罗斯 你今天再跟他做生意 我就要制裁你 点名中心 对那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你试看看 你试看看 因为现在的习近平主政 从习近平上来以来 他就是不信这一套 就是不信邪 也就是说你欧美的 你再给我用威胁的方法 你给我试看看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态度 一直都是如此 你来我就给你干 你来我就给你干 所以当时在南海的时候 美国也威胁中国大陆 那么三个舰队都往南海压 跟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 差点打起来 后来美国就撤退了 那现在然后到特朗普的贸易 你来压我就给你压 那彼此之间打到现在 中国也没有输 那欧巴马的我当然强调 欧巴马的要围堵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发展一带一路 跟你对干 我个人认为大陆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如果不是联合国的 安理会的决议 那你单边的制裁 你要挖要压对中国大陆 要下下重手 中国大陆绝对跟你对干的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那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 当赵立坚在三月十号表达了 对于他们的白宫的发言人 跟这个商务部部长的发言 都一种反制的时候 那么第二天他们商务部长就改口了 说我们讲中兴这是一个错误的用法 我们不能够指民道姓指一个公司 这是不对的 这不正确的 因为对大陆来讲你要开一个口 你来试看看 你在欧洲开一个口去制裁这个俄罗斯 你还扬言说要把中国大陆赶出 SWIFT 我想委员在这里 我一听我就很想笑 为什么我说很想笑 你把中国赶出SWIFT 那你东盟跟中国现在是 货物贸易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它也是一个进口量最大的国家 它不只是出口最大 它也是进口量最大 它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进出口最大的国家 有多少国家跟它做贸易 那你今天不要用美元支付 那就是收人民币嘛 对啊 那收人民币嘛 像人民币变成国际的主要货币之一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说 哎呀我今天这个样子 我完全遵守你美国 我就不再跟你中国大陆做生意 你美国的肚子没那么大 因为你美国的吞土量没那么大 你美国在三亿五千多万人 你没有办法像十亿十四亿人 我能够吞这么多东西进来 你澳大利亚的煤炭 你美国吞不了 澳大利亚的牛肉 你美国吞不了 你东盟的所有的国家的 这些农产品 你美国吞不了 你欧洲国家的这些高档的 这些消费产品 时尚的产品 你美国的肚子吞不了 你都吞不了的情形下 你一个Benz 你德国的汽车工业 你美国的肚子也吞不了 都吞不了的情形下 你说 你们都不能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我把你赶出Sweet 我说我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 这实在是太外行了吧 也太太太离谱了 我意思很明白 也就是 其实跟中国大陆打交道 千万不要用威胁的手法 我这边奉劝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 千万不要用威胁的 好好谈 好好谈理上往来 我觉得都能够谈出一个方案 但是想要用威胁的方法 我觉得只要习近平在你一天 中国大陆没这回事 我一定给你对干 而且呢 这一手不行 我就另外一手 这个口我没办法给你干 我就找另外一个口干 因为中国大陆不会说 我今天就你 你开这个口 就跟你这个口对干 我这个口我打不赢你 我找你软的地方打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个人是建议 我是觉得美国 Russer在这边 Russer还是共和党的 我真的是给美国 因为美国旁边的那些 所谓的自中派都是不自中 我讲实在话 美国华虎的那些所谓的 中国通都是不中国通 他们根本不了解 习近平这个团队 他们本身的特质 尤其不了解习近平的特质 他们对于红二代 他们太不了解了 他们把光二代跟红二代 混在一起 这简直是人类间最纯事 但是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赖老师 你的说法有点不抑制 因为你早一点批评 拜登跟布林肯 面对俄罗斯很多说法 不清楚什么 飞机不需要 地面武器需要 你批评他们的说法 听起来你的批评是很 跟蓬佩奥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讲到中国的部分 你说他们要比较 nice跟中国谈话 不用用威胁的方式 我觉得你说法 有点不一致了 不是飞机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我分不出了 因为你说布林肯跟拜登 他们面对俄罗斯要强硬一点 要说清楚一点 不要太软弱 不是 那你现在说有面对中国 不要太硬 不是你可能以文上的问题 因为刚刚布林肯的意思是 说布林肯 美国国务院的意思是说 乌克兰不需要飞机 只要地面部队 我说在军事的理论上 在军事的战场中 没有空中的资源 地面部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布林肯是通言你的说法 所以从这个 这个跟强硬没关系 这个跟强硬一点关系 那是个军事逻辑 这个从军事逻辑上来推 然后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呢 你烫青菜加一瓢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瓢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